《不跡心理学》 平时我们写字的时候 我们会拿一支笔 去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内容 但写的时候 就算大家抄同一篇字 也有不同的字形出来 有很多研究发现 写字是由脑部带动的 正式这个名字叫做 《不跡心理学》 是美国那边的基础 所谓的《不跡》 其实是解读一些不同的字形 而通过这些字形 一个大的数据库 我们分析每一个人 其实他的性格是什么 他可能有些成长经历 影响了他一些字跡 在《不跡》我们如何分析 其实我们看很多东西 很简单 其实一摸下去 甚至乎这个写到这样 全部凸出来 他的状态就是 每一件事他都很投入 很上心去做那样东西 如果反过来 就是力度很浅 只是在当刻我喜欢什么 我就立刻投入 过了一刻他就可能忘记了 那就是说 如果你要刺激他 去努力点读书 就是你要给他一些目标 如果那个目标 是他很喜欢的 我们香港学的copy book 一般的尺寸 是我们跟英国的 是9mm 那我们说 写这个大小 其实都还是跟着copy book 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一般 这些小朋友 都还是很守规矩 跟着copy book 如果有些小朋友 其实他写字很小 我不管你的copy book 多大 copy book 我就要加上copy book 功课了 但你给第二本補我 我又写小一点 其实越写得小 的小朋友 如果他还要写字很清楚 我们会觉得 那些小朋友 一般来说 他们的观察能力 特别强 一般来说 他们会是 我们说IQ高一点 很多测试 我们看到 比如说大的字 那些小朋友 写得很大的 就是我一定要 要我老师 见到我写的字 爸爸妈妈 要见到我写的字 是ok的 那就是说 要别人 给 attention 是会多一点的 尤其是当那些 字是特别圆 例如那些O A 是特别圆的那些 我们会觉得 那些小朋友 会很喜欢 跟其他人相处 起各的小朋友 他着重于 分析那方面多一点 那些其实 不是太善于 处理人的关系 因为每样东西 我先想了 行不行的呢 有些小朋友 会写到 是斜向右边的 ok 越斜向右边 其实是一些 越外向的小朋友 反过来 去左边 其实会比较 一些内向的小朋友 左手 握筆写字的人 他们自动会 tune 他的字 我们一路 看到的data base 左右手是没有分别的 真的要去看字的时候 应该是大一点 可能是小学 总之他写了字 一段时间 可能一两年 开始 我们看到有些模式 走出来 这样就会更清楚 但譬如说 最小的小朋友 我们可能会叫他画画 儿子 你写得不漂亮 你改了 而这一样东西 如果整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的话 不行的 应该要怎么样 小朋友就会 压抑了自己 于是我情感不表达 我不告诉你 甚至乎 我的想法应该不可以 跳开练习宝以后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限制 他怎样写 作为家长 应该是要多点鼓励他们 让他们 我们说freestyle 由他去写 只要清楚 最紧要一样东西 因为写字 给老师看 如果老师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那老师就会开心点 那我们要告诉你 写字 你的字永远都是最漂亮的 不是 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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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到了